新冠状肺炎疫情冲击产业经济 而继凤宁镇公所调降传统市场的摊位租金之后 光复乡公所内部研议决定跟进 从4月份开始将市场摊位的租金减收两成 总计有73个摊位首会 乡公所共体时间 摊商业者都很有感 受新冠病毒疫情的影响 以观光产业为大宗的光复乡 游戏区人潮减少 从餐饮业、菜饭到农产需求骤减的连锁笑一下 传统市场摊贩贩售的蔬果肉品发人问津 摊贩业者苦哈哈 从今年2月份起 公有市场采买人潮下降 业绩也下滑进半影响生计 光复乡参考了其他县市乡镇的做法 并内部演绎讨论后 推动试办调降市场摊位租金的方案 人来这边买的真的很少吗 少 少又再少 没人呢 是因为 早点休息 早点休息就没有人买菜 哦 对对对 今天开始休息到夜店 今天都常来好多餐店 都是因为 对 就是因为那个武汉呢 光复乡公所从4月份到6月份试办调降租金 每个月减收两成 乡长林清水表示 总计73摊首辉 新冠状病毒是对全世界都很大影响 两个乡下地方也影响很大 所以我们的传统市场最近生意比较萧条 然后为了减轻我们的摊商 所以我们从这个月起开始 也事半上个月的减租 也减20%等8则 我希望说可以供提时间 也让摊商可以来度过这个健康的时期 欢迎献计凤林镇之后 广府乡公所跟进调降传统市场 谈位租金供提时间 而至于振兴专案将持续多久 乡长林清水说 事后需疫情的发展情况而定 在推动振兴专案期间 乡公所也规划 增设公有市场无障碍设施 改善棘牌水沟 以及照明设施设备 让民众安心选购 也活络本地市场经济 记者是玉兰光复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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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转发 订阅 转发组